在进攻战中,机枪通常担任两种任务,一压制对方步兵,射击方法来超越射击或散步射击。 重机枪只有左右射击限制功能,就是针对散步射,射手扣动翻击发射,时控制机枪运速左右摆动,是射弹均匀散步在一定范围内,不求击中敌人,只需压制敌方步兵,无法有效瞄准,而封锁敌方火力点,针对敌方永久攻势及机枪阵地实施精确打击,当火兵的打过机枪,一定打过射红法,是敌无法有效封锁我。 火爆进攻路线,防守时,机枪阵地通常突出机枪阵地,护带机脚,实施交叉射击大量杀伤敌人。 那么问题来了,当前面的士兵在冲锋的时候,后面的机枪不会误伤冲锋的士兵。 首先,步兵如果要发起冲锋,行动前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,训练有速的队伍,即使是在紧急情况下发起冲锋,队形也不是一线排开,而是成梯形。 重机枪会提前布置好阵地,一般选择布置在冲锋路线后方的两侧,以几方冲锋队伍的梯形斜边位限制射击,以一定角度侧射。 因此,在步兵冲锋过程中,理论上不会有重机枪弹从步兵的冲锋队形中穿过,如果冲锋过程中发生射击被几方队形阻挡,还可以采用仰射法。 保证重机枪弹越过几方步兵,弹道高在2.5米以上,又趁超越射击,有了这些措施,重机枪再进行火力压制,时就不会出现敌果不分的情况了。 其次,与重机枪的使用战术有关,重机枪并不总是直射肉眼能看到的目标。 相反,经常枪口上仰来射击,远在1000到1500米处的肉眼看不到的区域,仰射时,受射击后作力机枪管振动的影响。 重机枪连发射击的子弹,纯实际上,会形成一个纵线截面,锥形的打击面,落地后即生成一个椭圆形的打击区域。 这个区域被称为作声散步射击区域,多挺重机枪在进行阵地布置时要渐量将打击区域重叠,以增强杀伤力。 当敌人踪迹一旦出现在预想的打击区域,各挺重机枪即按既定的仰角级方向进行射击,将敌决尖灭。 这是重机枪的一种独特战术。 优优独特战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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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